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四八六章神仙打架 放下了电话 万明的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他与自己的副局向来不对路 两人明里暗里都没好脸 那家伙也有几分家事 不过既然他自己找死 那就随他去了 关于长己要业的这件事 其实薛红云第一个找的是他 他一听说是叶浩轩的产业 马上知道两人不对头 不过他是为数不多知道叶浩轩身份的人 所以他就打马虎眼 虽然有些得罪薛红云 但好过把叶浩轩往死里得罪 正如他说的 神仙打架 他们凡人就该离远一点 他那位老同事 就自求多福吧 不打算到军部打个招呼吗 萧海妹问 不用 这个要上面的手掌 非常看好 他们自然会关注 我相信最多后天就能正式开工 不过他们这些封条 贴上去容易 想拆下来就难了 叶浩轩冷笑道 萧海妹点点头 他接了个电话 然后就忙自己的去了 叶大哥 去休息一下吧 许彤彤向办公室一指 但是随即他苦笑了起来 办公室已经被封了 现在就连大门口的电子门也被贴上了封条 根本没有休息的地方 走吧 来京城后 你一直忙 还没有四处玩一下 我带你走走吧 叶浩轩笑道 恩 许彤彤一喜 用力的点点头 他挽着叶浩轩的手臂 两人就这样走了出去 俨然就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徐总 什么时候能开工啊 我们在这里都闲得快生锈了 门口的一个上了年纪的门卫问 这个门卫是附近的居民 由于年纪大了 所以就在这里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放心吧 最多后天 这位是叶总 我们的老板 许彤彤笑这向叶浩轩一指 哦哦 原来是叶总 不好意思啊叶总 门卫吓了一跳 连忙向叶浩轩道歉 今天叶浩轩来的时候 他让叶浩轩登记 而且盘查得很仔细 他没有想到叶浩轩竟然是他们的老板 没事 你做得很好 去哪里玩呢 叶浩轩笑道 景山公园吧 犹豫了一下 许彤彤道 那好 景山公园 叶浩轩开了车 在这许彤彤一起开向景山公园 景山公园位于西城区的景山前街 西陵北海 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 公园以整个景山为中心 是全城的制高点 站在这里 可以看到故宫的全景 现在刚好是春季 公园里面叉紫烟红 百花争艳 来来往往的游客穿梭在公园里 显得热闹非凡 这里就是景山公园了 叶浩轩看这四处的美景 微微有些失神 此处的美景 任谁见了也会微微的失神 这就是景山了 是京城最高的地方 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故宫 许彤彤向前面的景山一指 走 上去看看 叶浩轩精神一震 来到京城之后 他好像还没有在这里玩过 今天就当旅游散散心 好 许彤彤把刚才的事情抛之脑后 他拉着叶浩轩 一起向景山方向走去 这时候前面一男一女两个老外一旁的花丛中拍照 男老外的身后是一些生得其形怪状说不上名字来的攀原植物 这植物一层一层的 就像是波浪一样 看起来极为漂亮 喂 拍照的话出来拍 不要踩坏了里面的东西 一名工作人员连忙制止两个老外 那个男的老外不懂中文 有些疑惑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女伴 杰西 他说不让我们在这里面拍照 女老外翻这白眼 法克 那名男老外向这管理员述了一个中指 态度极为嚣张 你 你怎么这样 这里的植物是珍稀植物 你们不要踩坏了 管理员被噎了一下 就算是不懂英语 也知道这个手势和法克代表的什么意思 我们是外宾 你们要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 女老外神色巨傲的说 管理员摇摇头 无奈的离开 没办法 谁让人家是老外呢 睁直眼闭直眼算了 喂 叶浩轩 叶浩轩冲着那老外叫了一声 什么事 女老外莫名其妙的看了叶浩轩一眼 现在是春天 那里会有蛇出没的 小心一点 别被咬了 叶浩轩叫道 蛇 啊 女老外尖中一声 扯着莫名其妙的男老外 就向外面跑 可是女老外走得太匆忙 她脚下一半 扯着自己的男伴 两人一路滚出了花丛 那样子 要有多狼狈 就有多狼狈 混蛋 耍我们 两人狼狈的抓了起来 女人怒气冲冲的对这叶浩轩比了一个终止 我只是提醒一下你们 现在是冬天 蛇刚刚冬眠完 身体里所含的毒素是最多的 如果遇见了 你们自求多福吧 叶浩轩道 要你管 混蛋 信不信我让你好看 女人操着生硬的中文 对叶浩轩恐吓道 这两个家伙的素质太差了 谁特妈说的外国人素质都好 叶浩轩双眼中金光一闪 向两人瞪了过去 她用上了一点射魂术 幽黑的双目显得无比深邃 让两人不自由主的打了个冷战 走吧叶大哥 别让这两个人坏了心情 许彤彤晚这叶浩轩道 许彤彤对这里似乎是非常熟悉 她带着叶浩轩一路向上 一直攀登到景山的最高处 站在这里 整个京城都可以尽收眼底 让人胸中不自由主的 升起一种豪情 你来过这里吗 站在景山之巅 看着紫禁城 叶浩轩有些诧异的问 许彤彤对这里非常熟悉 不可能是第一次来 来过这里 这是第三次 许彤彤的表情上 流露出了一丝复杂前两次 都是我父亲陪我来的 这一次 是你陪我来的 你们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叶浩轩微微一争 梅想已竟然勾起了她的伤心事 她把许彤彤轻轻地揽入怀中 拍拍她的肩膀道 那以后 我经常陪你来这里好吗 好 许彤彤脸上的哀伤 马上消失不见 她靠在叶浩轩的身上 只希望时间在这一刻停顿 就在这个时候 在悬崖边的护栏上 传出一阵惊呼声 一个身穿环卫标识的清洁工 按着胸口倒在了地上 在她的对面 还站着一男一女两名态度嚣张的老外 出事了 出于医生的本能 叶浩轩心中一紧 拉着许彤彤赶到了人群处 让一让 我是医生 随着叶浩轩的声音传来 人群不自由主地让出了一条道路 在老人的跟前 已经蹲了一个懂点医术的男人 他一个劲地按着清洁工的胸口 给他做人工呼吸 这老人甲快不行了 有人帮忙叫下救护车吗 男人抹了脑门上一把汗道 已经打了120了 不过恐怕一时半会而赶不到 一个热心人有些忧心地说 现在他们是在山顶 而且最近的医院到这里也需要最少一个小时的路程 况且这是在天朝最拥堵的城市 我来看看吧 叶浩轩说 这走上前去 搭在了老人的脉上 一搭之下 他的眉头就微微的一皱 这个老人是因为情绪太激动而引发的心脏病 现在心跳十分缓慢 你是名中医 男人诧异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粗略地懂一点 这老人甲是心脏病犯了 需要马上抢救 叶浩轩放下了老人的手腕 我知道 可是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 怎么抢救 男人无奈地说 他的话音刚落 叶浩轩双手一分 他的双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各自多了五根金针 他双手上下翻动 出针如电 几秒钟不到 他手上的金针就插在了老人身上 十几处学位处 叶浩轩轻轻一服 在这些金针的针尾处服过 只见这十多根金针的针尾微微地颤抖 那名西医目瞪口呆 他也懂一点中医 但是像叶浩轩这样神乎奇迹的针灸法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就算是大国手贵老和刘父亲 也不一定有这么神的针灸法吧 五分钟过后 金针的针尾 渐渐地停止了颤动 叶浩轩把针取了下来 在老人的胸口处一按一压 老人喉咙里发出一阵声音 然后他才缓缓地睁开眼 他的脸色红润 就跟正常人一样 老人一醒 脸色马上变得激动了起来 他猛地坐起来激动地叫道 你们 你们太欺负人了 我们环卫公是人 不是随你们骂的低贱东西 老人家 你的病刚好 你先不要激动 叶浩轩连忙劝慰 这老人刚才就是因为太过激动 所以才诱发的心脏病 现在刚好 如果激动过度的话 很可能会再次昏迷 好不容易 叶浩轩才算是 把老人的情绪给安抚住了 经过老人断断续续的诉说 以及周边的人劝解 叶浩轩才算是 了解到了事情的起因 原来 这老人是公园的环卫公 负责山顶的工作 刚才这两个老外 在悬崖的护栏外向外扔东西 这是景区所不允许的 而且清理难度大 所以老人便上前好生好气的劝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